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罗德岛单身派对与麻州聚集性疫情有关 麻州本周即将迎来免税周末 麻州部分城镇难以实施州要求的新冠限制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麻州公共卫生部称 7月底在罗德岛为婚礼活动一起租房子的20人中 有19人后来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据悉参加活动人中有17人来自麻州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 这是一场单身派对 麻州公共卫生部称 已与罗德岛州卫生官员就集会进行了交谈 并通知了这场派对参与者的密切接触人员 麻州州长贝克在周二2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这一事件 并表示无人管理的社交事件是新冠病毒传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2020年麻州的免税周末将于8月29号和30号举行 相信许多消费者都已经在日历上mark了这一天 州长贝克说 本周末对于支持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苦苦挣扎的小企业来说 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重要 那么哪些商品可以免税呢 麻州表示 在该州购买的任何不超过2500美元的零售商品 用于个人用途而非商业用途的都是免税的 这其中包括租赁物品以及网上下单的商品 以下是不符合免税资格的零售商品的完整清单 供大家参考 餐馆 摩托车 摩托艇 电信业务 油 气 电 烟类商品 大麻及大麻产品 酒精饮料 以及所有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零售商品 随着麻州新冠病毒病例数量不断上升 一些当地卫生官员说 实施新冠病毒限制的挑战 暴露了该州公共卫生框架中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问题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存在了 8月初 麻州州长贝和暂停了该州的经济恢复工作 以应对近期病例的增加 他将户外集会的人数限制从100人降至50人 并授权州和地方警察执行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命令 他还明去了州的命令 对所有集会都适用 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在私人场所 但在地方一级一些城镇表示 应对处理新冠相关投诉是困难的 这考验了市级卫生部门的能力和资源 据麻州健康理事会协会的执行理事谢利尔·斯巴拉说 由于各个社区可利用资源的巨大差距 这一挑战更加严峻 与许多拥有县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州不同 麻州的351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卫生委员会 斯巴拉说 尽管市政卫生部门得到了一些专门用于支持他们应对新冠的资金 但地方卫生部门每年并没有直接从州获得资金 有些地方的预算非常少 甚至连一个群职工作人员都没有 而有些卫生部门人员配备很好 可以承担很多格外的负担 斯巴拉说 但我想所有的卫生部门现在都在努力 因为现在我们不仅有新冠大流行 我们有流感剂 我们要准备城市重开 我们还要处理东部玛瑙炎 官员们表示 他们倾向通过教育来应对投诉 通过口头和书面警告来帮助企业和个人 理解国家的指导方针 以及对他们的要求 当合规问题持续存在时 市政当局可以发出罚款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共卫生命令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